新怪兽灾难大片哥斯拉之帝王计划震撼来袭 仅是上映一天烂番茄评分就已狂飙至91%以上 传说中的克苏鲁神奇巨兽 以及以死亡之群为首的科幻泰坦巨兽都将一一亮相 那么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华丽的视觉盛宴 影片首先将故事线聚集在了1973年的骷髅岛 当时美国政府派遣了一支秘密小队登陆到了这个未知的岛屿 可是没过多久 他们便突然遭遇了一支泰坦巨兽的袭击 他正是后来人们称呼的骷髅岛亮仔 金刚 众人被打散之后 一个名叫兰达的博士在无法料制生死的情况下 他给自己录下了临终遗言 里面讲述了自己假如不幸遇难 便会留下一份他多年以来所调查的关于泰坦巨兽的资料 而就在视频刚录制到一半 突然兰达博士开始疯狂地逃跑 似乎是身后有什么可怖的东西正在追他 这正是骷髅岛上的独有巨兽长腿五万 只见他对着兰达展开了疯狂的追杀 眼看前方已经无路可逃 兰达博士急忙拿出了背包里的资料包 然后奋力扔进了大海 就在他抱着必死的信念迎接恶月时 突然面前的巨石缓缓升起 只见一只巨大的岩石巨蟹站了起来 或许是感受到了地盘的入侵 大螃蟹迅速与大蜘蛛战斗在了一起 而就在双方争斗时 兰达博士准备借机溜走 不曾想那十二条大长腿直接挡住了他的去 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算不被怪兽吃掉也会被踩死在这里 好在最终两只怪兽缠在一起坠入了大海 这才让兰达博士幸免于难 而劫后鱼生的兰达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扔在海里的背包飘向了远方 时间来到2013年 在东京的某片海域 正在捕鱼的渔民将满满的渔货打捞在了船上面 而就在堆积的鱼里面 渔民发现了那个被兰达扔在海里的包裹 虽然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但他很显然把其当作了无用的东西扔在了一边 而接下来的故事将围绕这个包裹缓缓展开 随着画面一转 时间线来到了2015年 此时距离怪兽之王哥斯拉袭击旧金山刚过去一眠 一个名叫凯特的女人 因为父亲情则教授的不辞而言 便从旧金山之身来到东京寻找父亲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根据线索找到父亲的老宅时 却发现这里竟然有人居住 虽然并不认识对方 但奇怪的是家里面供奉着父亲的一项 也就是说对方肯定认识自己的父亲 然而当双方坐下来仔细一交流 凯特才发现自己的父亲竟是个妥妥的渣男 原来他在旧金山成家之前就已经在东京有了个家 面前的男孩正是凯特同父异母的哥哥剑太 得知这一切而无法接受的凯特 直接收拾了东西准备返回美国 没想到刚来到外面就听到了巨大的警报声 看着人群快速地朝着前方跑去 凯特意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随着他被慌乱的人们撞倒 赶出来的剑太赶紧拉起了他 接着不顾地上的行李带着他和众人一起躲进了避难所 随后剑太向凯特说出了原有 原来东京常年饱受哥斯拉的摧残 人们早已在地下建立了避难所 一旦警报响起也就预示着哥斯拉即将登陆上岸 为避免出现伤亡 众人只有提前进入这里躲避灾难 听到哥斯拉的凯特 记忆不由回到了一年前 当时在美国就金山的跨海大桥上 他们不幸遇到了哥斯拉 那时的他还是一名老师 没想到在接完学生前往学校的路上 遇到了这个庞然大物 或许是因为军方的不间断攻击 导致哥斯拉被激怒后 开始对整个跨海大桥上发泄愤怒 最终导致桥上的人们成为了无辜的受难对象 而凯特也在那时眼睁睁地看着校车坠入了大海 这也成了他一生中无法磨灭的阴影 时间回到现在 随着警报的结束 众人再次来到了街道上 看情况这一次哥斯拉并没有破坏城市 而本打算回救金山的凯特 却突然被哥哥箭态喊住 他也想知道父亲当初为何不辞而言 既然如此不如一起去寻找真相 而且他的手里有着父亲办公室的钥匙 抱着好奇凯特答应了他 随后一起来到了秦泽教授的办公室 两人都对父亲的身份产生了疑问 凯特记得当时哥斯拉袭击救金山后 他的父亲就马上离开了他和母亲 虽然事后新闻上报道 他乘坐的那架飞机出了事 但凯特并不相信父亲已经遇难 因为他感觉父亲的身份似乎很特殊 而依据自己对父亲的熟知 他直接一把撕开了眼前的地图 果然在后面露出了一个秘密保险箱 凯特先是测试了包括父亲 在那几个人的出生年月 但结果都不对 直到他将所有人的出生年份连在一起 才打开了保险箱 出乎意料的是里面只有一个包裹 凯特急忙拿了出来将东西倒在了桌子上 只见里面是一些录像带懂资料 而看着包裹上的图案 凯特的记忆再次回到了一年前 当时在跨海大桥上 他曾看到过一群身着同样图案衣物的神秘人员 不知道这个包裹和那些人有什么联系 这个包裹其实也就是兰达博士扔在海里的那一部 不知道为何辗转之下落在了凯特父亲的手里 为了解开里面的秘密 剑泰找到了自己的好友黑妹 这是一个拥有天赋的黑客 也是各种老古董唱片机和录像机的收藏爱好者 在黑妹的帮助下 他们很快就打开了兰达博士所留的资料 殊不知就在他们解开秘密的一瞬间 远在美国的帝王组织马上就收到了警报 因为资料里被植入了帝王组织的识别码 所以他们很快就定位到这份秘密资料出现在了东京 帝王组织里的其中一个负责人得知后 迅速安排人员前往东京 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把资料拿到手 而不知情的凯特三人看着资料里的各种画面 也是被深深震撼到了 里面不仅有各种怪兽的详细介绍 还有一张记录了很多怪兽所在的卫星地图 而更令凯特震惊的是 其中一张照片里竟然出现了他的奶奶三浦惠子 据说此人在他父亲很小时就不幸遇难了 而随着三浦惠子的出现 让我们把故事线聚集在1952年的菲律宾 当时年轻的三浦惠子还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物理学家 受雇于美国军方 他与一位名叫肖尔的军官 在菲律宾附近的海域上调查莫名出现的放射性同位子 在这里他们又遇到了一个名叫兰达的博士 三人的冒险之旅也就此展开 看到这里暂停一下 如果你想谈恋爱了 不妨试试能根据喜好选人的恋爱软件 牵手选择你想要的女友特质 牵手会根据这些特质 给你推荐符合你要求的女生 尤其是他会优先推荐喜欢你的女生 所以牵手的脱单成功率才会这么高 牵手不是机械的筛选匹配 他把你所喜欢的直接推到你面前 点击评论区试试吧 因为美国军方侦察机在原始丛林的海岸附近 侦测到了放射性同位子 于是一位名叫三浦惠子的日记科学家受邀前去调查 与之同行的是中尉萧尔 他负责保护以及秘密监视惠子的一举一动 随着两人不断地伸入原始森林 他们竟发现这种放射性同位素并非核弹爆炸所致 而是有规律地沿着丛林深处不停地消失与移动 这很明显有点不符合常理 无奈之下两人只能进行沿路排查 这天惠子刚把检测设备架设好 而就在这时 对面的树林里突然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响 惠子本想呼叫萧尔中尉 却没想到一转头发现对方竟然不见了 与此同时树林里的东西突然加速向他冲了过来 原来是一个手拿摄像机的男人 还不等对方说话 萧尔突然出现在背后用武器指在了他的头上 并质问他是谁 男人急忙解释自己名叫威廉兰达 是一名退役的海军 如今正在这片森林里研究隐气生物 惠子指出了他口中的隐气生物根本不存在 兰达没有反驳 而是看着面前的遗气两眼发光 也只有军方才能搞到这些设备 在经过一番短暂的交流后 兰达突然说道 接下来兰达先是指出了他们追踪的方向不对 随后又表示继续按照设备探查的话 最终的结果也会一无所获 两人有些不解他的意思 兰达继续说道 山下有个传说 那就是住在山间的居民 曾看到过一条巨龙从空中快速划过 而后在空中划出一条火线 兰达怀疑有没有可能这条火线 就是他们要找的离子辐射袋 听到这里 萧尔中尉直接无语了 他才不相信什么狗屁神话故事 所以准备带着惠子继续探查 可没想到惠子却突然邀请兰达加入他们 这番举动令萧尔非常不满 他的任务就是保护性监视三浦博士 所以并不想其他人介入里面 然而惠子态度的坚决却让他无可奈何 没办法的 他只能表示自己会回去上报长官 然后换其他人接替自己继续执行任务 说罢便准备驾车离开 而随着萧尔的离去 惠子跟着兰达的路线继续朝原始丛林走去 兰达也边走边向他讲述了自己发现的某种奇特规律 就这样一路不知道走了多久 突然眼前映入了一个巨大的山谷 诡异的是山谷中竟然有一艘破败不堪的军舰 与此同时 正在返回的萧尔突然停下了车 只见他走下车震惊地看着对面的空中 这似乎和兰达口中神话故事里飞龙留下的火线非常像 或许是意识到了什么 兰达突然掉头开始返回 此时的两人已经来到了船底下 兰达也向惠子讲述起了眼前军舰的由来 他被命名为劳顿号 1943年在太平洋突遭不明生物袭击 最终沉没大海 听到这些的惠子直接产生了质疑 因为这里距离太平洋有着八千多公里 这艘船是如何来到的这里 兰达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能带着惠子一起走了进去 船舱里到处充满了腐败的气息 奇怪的是兰达并没有到处查看 而是直接朝着最里面走了过去 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惠子加快脚步跟上来后 发现他打开了一个木箱子 而诡异的是箱子上竟然写着兰达的名字 经过男人的讲述才知道 原来他当初曾在这艘船上服过亿 而且还是唯一幸存下来的那个人 在他的印象中 因为沉船太快自己并没有看清 袭击的生物长什么样 虽然侥幸活了下来 但这些年他无时无刻都在寻找 关于这些生物的踪迹 就在这时 一阵奇怪的吼叫声突然传了过来 感觉不对劲的两人急忙朝着出口走去 没想到刚才还没有出现的年夜 竟然流满在了通道里 显然有什么怪物来到了这里 两人只能换一条路继续寻找出路 不曾想就在这时 船身突然开始剧烈的震动 伴随着怪物的吼叫 兰达还来不及反应 便被一只利爪抓烂的钢架压在了身上 关键时刻 萧尔中尉终于找了过来 而就在他准备上前帮忙时 那只利爪再次伸了出来 好在萧尔有惊无险地避了过去 接着在他的帮助下 两人移开了兰达身上的架子 然后迅速逃了出去 虽然有惊无险地避过了船身的碾压 但剧烈的咆哮声却让他们一刻也不敢当务 就在几人疯狂地潮树林里跑去时 一只犹如黑龙的庞然大物 突然从军舰里面钻了出来 看着面前的入侵者 只见他一个纵身就冲了过去 如此巨大的怪兽直接颠覆了几人的认知 他们一开始从来没有见过 也不相信世上居然会有这么大的生物 殊不知随着他们的继续深入 更多的怪兽将会逐一浮现出水面 而他们也因此成为了紧密的同伴 时间线再次来到2015年 因为凯特几人解开了兰达博士遗留的机密文件 帝王组织的人很快就找上了门 他们先是将黑妹的家翻了得底朝天 并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后 又来到了健太的家 而且不由分说就让健太交出兰达留下的资料 否则后博很严重 或许是意识到了危险 健太的母亲假装劝解儿子交出东西 然后将一张照片递到了他的手里 并使眼色让他尽快逃离 在母亲的掩护下 健太承诺去房间里拿 然后母亲在外面拖住了两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两人意识到不对劲时 健太早已消失不见 此时的他已经来到了街上 并准备和凯特黑妹会合 而当他打开手中母亲给他的东西后 只见上面竟是年轻的萧儿 随着几个人的会合 经过商议他们决定 尽快带着父亲留下的资料离开 可去哪里却成了问题 直到健太拿出了母亲给他的照片 就这样 三个人根据线索一路找到了 已经年老的萧儿 健太亮明了身份后 萧儿有些意外 他没想到会见到故人的子孙 健太本想说出关于兰达留下的资料 萧儿突然拦住了他 然后带着几人来到了外面酗酒 原来此时的他早已被帝王组织严密监视 在外面萧儿讲述了当年发生的事 他们为了探究隐藏在世界各地未知生物的秘密 开始不断地寻找和探查 那一次几个人在废弃的工厂里 竟然发现了上百枚奇特的蛋 看起来似乎是某种生物将这里当成了孵化石 为了研究和记录这种不明生物 以及收集足够的遗传物质 兰达和惠子提议下去看看 可作为军人的萧儿却不提倡他们如此行事 因为下面的危险肯定无处不在 然而最终他还是没能拗得过两人 谁叫此时的兰达和惠子 已经谈起了恋爱站在同一条线上 为了安全起见 身为军人的萧儿决定陪着惠子下去看看 两人利用绳索很快就抵达了下面 而当惠子靠近其中一枚弹石 却看到里面的生物似乎是某种昆虫 可还不等他仔细查看 萧儿突然踩裂了地面 随着连锁效应的出发 那诡异的生物也被突然惊动 而当第一只胚胎破裂 那可不得巨型昆虫瞬间夺壳而出 仿佛是嗅到了美味的食物 更多破裂而出的虫子朝着两人疯狂地爬来 好在惠子和萧儿及时抓住绳索 开始往上攀爬 可就在这时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够不着两人的虫子们 竟然跌起了罗汉 见识不妙地萧儿掏出了武器 然而面对如此多的虫子 他的手枪根本不起半点缝 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惠子被扯下去 被帝王组织盯上的凯特三人 找到了老年萧儿寻求帮助 结果得知萧儿也被帝王组织 给秘密监视了起来 三人本想就此离去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但萧儿却想和他们一起去查询 凯特父亲失踪的真相 毕竟作为老友兰达和三浦惠子的儿子 他也曾把对方是做亲人一般看待 也相信凯特父亲的失踪 一定和帝王组织脱不了关系 说着就一把剪掉了身上的追踪器 并随手扔进了河里 接着在60秒的预警倒计时来临前 老年萧儿带着几人 快速找到了剑泰的车 或许已经很久没有开过车 萧儿想要尝试一下新鲜事物 于是主动坐在了驾驶里 就这样 在帝王组织的工作人员赶来之前 萧儿带着他们逃离了这座疗养院 因为凯特的父亲在旧金山与他分别后 最后显示搭乘的飞机在雪山上失联 所以想要找到凯特父亲失踪的真相 众人需要秘密返回美国 如今帝王组织的人 为了寻找兰达博士留下的机密文件 已经将所有机场的出入口严密监视了起来 不得已萧儿只能带着他们悄悄走起了水路 而就在这艘巨大的货轮上 看着三浦惠子曾经的照片 萧儿不由得再次讲起了他们三个之间的故事 那是在惠子还没有出事前 也就是1952年菲律宾黑龙事件的两年后 因为发现了巨大的史前生物 萧儿已经从一名小小的中尉一跃成为了帝王计划的首席指挥官 他和三浦惠子以及兰达博士 开始秘密调查这些超级怪兽的游览 这天三人为了完成一场试验 直接邀请了军方的最高将领前来 他们把这些人带到了一个巨大的仓库内 只见摆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脚印 将军还以为这是某个史前化石 可萧儿却告诉他这是三个星期前 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处雨林里发现的新鲜足景 也就预示着有一个巨大无比的怪兽正隐移在人类身边 从未见过超级怪兽存在的将军有些震惊 而三人也趁热打铁 他们表示想要把他引出来 就需要军方提供大约68公斤的油 要知道这么多的油已然达到了一枚原子弹的量 将军不明白要有干什么 而且没有总统的批准 军方不可能擅自将这种核燃料随意地拿出来 于是几人便把他们这两年的调查发现告诉给了将军 原来这种史前怪兽会将核武器以及核辐射作为能量吸收到身体里 也就预示着早晚有一天 他们可能会随时与人类手中的核武器爆发冲突 只有现在将他引出来 才能研究出和平共鸣的方法 意识到了这一点 将军虽然没有现场答应 但承诺众人会马上向总统汇报此事 随着将军的离开 三人以为高层一定会答应下来 没想到这一等 竟然等了好几个月才有了最新消息 军方将在太平洋中西部的比基尼环礁岛上进行试验 并邀请了三人前来参观 只不过另几人没有想到的是 军方提供的并不是核燃料 而是一颗小型的青蛋 很明显这是想一举消灭那个来自深海的超级怪兽 这完全与三人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出路 他们只是想要追踪和研究这些怪兽的由来 可军方却是想要直接消灭这种潜在的威胁 虽然萧尔上前理论了一番 但在最高指挥官的权力下 他也只能选择服从 这边又守了一段时间 可却丝毫没有看见怪兽的任何影子 就在将军怀疑怪兽到底是否真实存在时 突然声纳员收到了一阵奇怪的反应 紧接着人们就发现大海中央 突然出现了一座缓缓升起的小山 而这正是被核弹吸引而来的哥斯拉 只见他一个纵身就钻出了海面来到了青蛋面前 那一百多米的庞然大物深深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 也可以想象人们首次面对这种超级怪兽的惶恐不安 随着倒计时的开始 眼看小型轻弹就要被引爆 三浦博士试图上前阻止 但却被追过去的肖尔给死死按在了地上 伴随两人的倒闭 核爆倒计时也终于结束 那次事件过后 军方本以为已经消灭了这个怪兽 直到他再次出现 而且体积又大了不少 人类才明白核弹不仅无法消灭它 还只会成为对方的能量补给 讲述完这些 肖尔几人已经通过水路来到了韩国的某个港口 按照肖尔的描述 从这里中转去美国最安全 而且他还有个老朋友在这里或许可以得到帮助 只不过众人没想到一下船就被海关给拦住了去了 他们被当作可疑分子准备先监禁起来 肖尔想要理论 不曾想其中一人直接给了他狠狠一下 原来肖尔口中的老朋友就是眼前这个名叫斗号的男人 在他的帮助下 几人找到了一架私人飞机 并一路中转来到了美国的阿拉斯加州 也就是凯特父亲失踪的那片雪山上 在这里搜索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新闻上坠毁的那架飞机 看着满地的残骸 众人心中渐渐有个不好的猜测 或许凯特和健太的父亲真的已经遇难了 然而就在他们走进飞机的驾驶室查看时 却发现这里只有驾驶员的尸体 其他人全都不见了 于是众人又赶紧在周围寻找了一圈 终于在不远处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完好的帐篷 不知道幸存的人是不是正躲在帐篷里 这无疑给了众人一个希望 可等大家走进去后却发现里面一个身影都没有 不过根据地图上的资计可以确定 凯特和健太的父亲还活着 可他到底去了哪呢 就在众人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时 外面的斗号突然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他突然感觉眼前的飞机似乎并不是坠毁 而是被什么恐怖的怪物给撕碎了 意识到危险的他一边呼喊众人逃跑 一边快速回到了飞机上 而就在他刚启动飞机准备迎接众人时 突然一个巨大的雪怪从雪地里钻了出来 指一下他就撕裂了飞机的雨衣 然后一口浓潭冰住了整架飞机 为寻找失踪父亲的凯特四人组 不幸在雪山上遭遇了一头冰霜雪怪 萧尔的老友当场就领了河饭 眼看雪怪在摧毁了飞机后 就要朝着众人咆哮而来 关键时刻健太迅速拿出了信号枪 利用信号弹的掩护成功转移了雪怪的注意 众人趁此机会躲进了附近的一个冰洞 借助冰洞的掩护暂时避开了雪怪的攻击 与此同时在美国西部的犹他州 一个名叫巴恩斯的女人正在惬意地晒着太阳 可是没多久车上的警报器突然响了起来 一脸疑惑的他走进车里后 发现是一台古老的设备在一直闪烁个不停 抱着疑问他将这台老古董连接上了新设备 结果却看到了一个无比诡异的读书 紧接着巴恩斯便迅速将电话打给了帝王组织 原来他这里竟是帝王组织的47号前哨站 专门负责监测和收集有关怪兽出没的一切信息 随着他的上报 帝王组织里的高层很快就与他取得了联系 巴恩斯告诉高层他监测到了30爱赫兹级别的加码射线 本来这也没什么 但诡异的是这种辐射在大幅度的激增 而辐射激增的现象只会出现在脉冲星 以及外太空的特大质量黑洞 可他探测到的确实来自地球内部 重点是在哥斯拉袭基旧金山的前夕这种辐射也曾出现 综合所述 此时躲避了冰霜雪怪的四人组来到了山顶上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远处那神奇的一幕 殊不知这正是帝王组织监测到的辐射所在地 就在凯特和萧尔决定前去看看情况时 剑泰却提出了相反的建议 他之前在山坡的另一边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帐篷 为防止遗漏寻找父亲的线索 剑泰决定自己先去那边看一看 分开前萧尔叮嘱他 不管他们双方谁先遇到同类 都要向对方先求助去帮助另一方 因为现在的他们没有别人的帮助很难离开这片雪山 就这样 双方踏上了相反的路程 然而走了一段时间后 凯特竟发现他们似乎又回到了当初被雪怪攻击的地方 也就是说他们绕着这片区域走了很久后又回到了原点 看出了凯特的迷茫和不解 萧尔解释这可能与那些巨兽有关 他们或许改变了这片区域的磁场 此时黑妹已经因无法承受严寒倒在了地上 如果再不让她暖和起来 她可能会直接被冻死 不得已三人只能暂时回到了凯特父亲曾驻扎的营帐里 并点燃了火堆帮助黑妹取暖 可这并非长久之计 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凯特的父亲或者寻求其他人的帮助 而就在萧尔准备置身去附近勘察情况时 突然不远处一阵剧烈的响动引起了她的注意 看情况似乎是那头雪怪又来了 萧尔急忙拉着凯特两人跑出了营地 而就在他们刚跑没多远 那头冰霜雪怪瞬间摧毁了营地 此时帝王组织根据巴恩斯的发现 开始讨论即将出现的怪兽是否会像哥斯拉破坏旧金山大桥那样去攻击人类 为防止出现不必要的伤亡 他们决定派遣一支小队前往调查详细的情况 另一边 剑泰在走了不知道多久后终于抵达了他看到的那处原地 但这里也早已人去楼空 不过剑泰可以确定的是 他的父亲的确在这里驻流过 看着被遗弃的设备 剑泰尝试利用他们寻求支援 而萧尔这边想要活着离开就必须先摆脱掉雪怪的追击 从刚才雪怪稀释火焰的场景来看 这家伙似乎很讨厌火光 于是剑尔利用好友的尸体准备制作一个爆炸物来赶跑对方 然而就在这时 一架直升机突然飞了过来 与此同时被惊动的雪怪再次破头而出 他直奔飞机的方向而去 看情况是要在飞机降落后将其撕成碎片 眼看唯一的救援希望也要被破坏 剑尔只能提前点燃了爆炸物 随着一声爆炸 雪怪的注意迅速被火焰所吸引 只见他扭头就跑了过去 然后开始大口地吸食火焰 而趁着这个机会 剑尔和凯特两人迅速朝着直升机跑去 吸食完火焰的雪怪剑状再次开启了土盾 等到飞机降落后 只见箭台呼喊着众人赶紧上来 看来他通过父亲遗留的设备成功呼叫到了支援 众人有惊无险地登上飞机后 剑尔突然震惊地看到在不远处的一处聚大峡谷里 那五彩缤纷的射线下似乎有一个庞然大物即将出来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救援机成功将众人带到了附近的城市 没想到来迎接他们的竟然是帝王组织 在当年哥斯拉与木托的金氏大战下 如今就金山的不少城市已经成为了废墟 而回顾2014年那场惨案 还未成为怪兽之王的哥斯拉首次登陆美国旧金山 人类被这突然出现的庞然大物给搞得措手不及 为防止对方进入城市肆意破坏 军方在金门大桥对其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然而热武器不仅没有伤害到哥斯拉一丝一毫 反而激怒了对方 让整座大桥成为了发泄的对象 那时的凯特也只是桥上的其中一人 他亲眼见证了这位泰坦巨兽的恐怖 当时的人类并不知道哥斯拉是敌是友 所以军方的主动攻击间接导致了不少无辜的人丧生于金门大桥 直到后来哥斯拉与木托的金氏大战 人类才渐渐明白哥斯拉其实并不会主动招惹人类 可这些联合武器都不惧的神秘生物 也不能放任他们随心所欲的登陆城市 于是早就存在的帝王组织渐渐浮现出了水面 他们的目的就是搜寻这些怪兽存在的证据 从而了解他们找到对付他们的方法 凯特的父亲在旧金山哥斯拉事件后 似乎接到了某种金利任务而离开了妻子和女儿 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 凯特踏上了这条危险重重的道路 此时他们四人组虽然从雪山上幸运地逃了出来 但最终还是落在了帝王组织的手里 帝王组织的目的是找到当年威廉兰达遗留的金利文件 里面不仅记录了各种怪兽的资料 甚至还有这些神秘生物的隐藏地坐标 而文件辗转之下落在了凯特等人的手里 然而在躲避追捕的路上 这些东西已经被箭台扔进了大海 所以如今帝王组织就算抓到了他们几人 也无法得到那些遗留的机密文件 不得已组织里的成员只能从唯一的电脑黑客黑妹那里寻求突破 只希望眼前这个女孩还有备份 但面对对方的询问 黑妹根本不发一言 于是组织成员告诉黑妹 他们已经查到了黑妹的真实身份 如果需要互相帮忙就得配合他们 接着帝王组织的一些领导针对凯特这些人进行了讨论 如今就算囚禁他们也什么都得不到 不如放他们离开继续寻找凯特的父亲 说不定他们的离开会给组织带来意外之喜 女领导表示了同意 但却否定了让老年萧尔随行的打算 就这样 凯特黑妹和箭台被放了出去 帝王组织甚至为了表现出对他们不再追踪还特意表演的一番 你认为你这样做不错 你要求破坏真正的理论 找到了正朗 别诚想起来 惊到 你与你吊得没儿子别影响 你这么幸运处来说去做得早有 所以拿瓶新拟质的新冠军 然后回回家 我已经用了什么损军 要够您的屁股 这个时候 不可能会多出现 随着帝王组织的离开 三人真的以为对方放过了自己 为了继续寻找失踪的父亲 他们这一次直接跟随凯特回到了旧金山 因为在哥斯拉与木托的大战前 他的父亲曾在那块区域有个办公室 三人现在的想法是进入父亲的办公室里碰碰运气 然而自从那片城区被破坏后 军方已经完全封锁了那里 目前想要进去根本不可能 不得已凯特只能带着两人先回到了自己家 两人也在这里见到了凯特的母亲 凯特将父亲的事告知给了母亲 虽然她失踪了 但也不能否认这家伙是个妥妥的渣男 母亲得知后虽然也崩溃不容易 不过为了寻找失踪的丈夫 她还是愿意帮助凯特几人前往被封锁的区域 因为凯特的母亲在联邦紧急事务所工作 有时候需要经常出入重灾区 所以通过她和同事的帮助 很容易就把凯特三人运了进去 接着在一个无人的角落 母亲叮嘱他们 里面有军方人员在到处巡逻 一旦碰上 严重的可能会被对方当场射杀 所以她希望几人小心戒备 天亮之前一定要赶回这里集合 因为只有她的车子才能把几人安全地运出去 告别母亲后 凯特几人踏上了寻找父亲办公室的道路 而到处被破坏的城市 也让凯特时不时地想起那段悲惨经历 就在三人偷偷地向着目的地前行时 另一边被囚禁的肖尔 此时竟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和惠子 以及兰达之间的录像 往事就像潮水一样瞬间席卷了这个老头的脑海 不久后 帝王组织的高层来到了这里 肖尔作为最初协助成立帝王组织的一员 算得上是女高层的前辈了 但如今帝王组织的所作所为 已经与最初成立的目的被盗人世 所以肖尔只能被关进了疗养院 女高层想知道她为什么要逃出疗养院 以及威廉兰达留下的机密文件到底是什么 肖尔没有回答 而是告诉众人 此时凯特三人经过一阵长途跋涉 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办公大宝 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倒塌 于是几人偷偷溜了进去 并顺利地找到了父亲的办公室 只见房间里到处一片狼藉 然而在经过一阵搜索后 三人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 直到凯特在地上找到了一幅卫星地图 看着上面卫星的弧形轨道 凯特有些不明白这代表着什么 他试图从父亲之前遗留的资料里找到答案 但最终还是没能弄明白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 剑泰看了看地图 突然又看了看深厚的阳光 接着他想到了自己曾经制作的第一件艺术品 那是一个以投影为主题的产品 而他的父亲也曾参与过艺术品的制作 于是剑泰用一张纸先将父亲遗留资料里的坐标画了出来 然后让凯特两人将卫星地图挂在墙上 接着剑泰把画好的纸贴在了玻璃上 借助早晨的阳光 被标记出来的点很快就投影在卫星地图上 并成为了新的坐标 按照郑贤波的运行轨迹凯特找到了规律 确定了父亲下一站可能在非洲 众人急忙返回并与母亲会合 接着安全离开了重灾区 就在几人准备踏上非洲的路程时 黑妹却突然悄悄地来到角落 只见她竟拿出手机将电话打给了帝王组织 这一集的故事要从1954年环郊岛上的那次核报开始说起 人类首次面对泰坦巨兽时 却直接选择动用轻弹解决这巨大的威胁 随着一阵蘑菇云升腾而上 哥斯拉就此消失不见 以为解决了怪兽的军方事后举办了一场歌舞会 而负责帝王计划的萧尔深受将军们的赞扬 因为他和三浦惠子以及威廉兰达的调查结果 军方才能提前将威胁扼杀于摇篮 殊不知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萧尔三人最初的设想有些背道而知 尤其是三浦博士的内心非常抗拒于怪兽直接开战 可想要继续参与帝王计划 也只能服从军方的安排 威廉兰达在萧尔的帮助下也加入了帝王组织 然而此时的帝王组织不仅人员很少 就连资金也很是紧张 而想要获得大量的资源支持 那就必须找寻更多怪兽存在的证据 这天兰达告诉两人 有人在波罩尖岛监测到了辐射激增的现象 而类似的同位素信号曾在菲律宾出现 也是那一次他们在破旧的劳动号上遇到了怪兽黑人 为了确认是不是出现了新的怪兽 惠子和兰达当即决定前去调查 不过萧尔因为几天后要为委员会讲演无法抽身 只能希望两人万事顺利 时间回到2015年 在帝王组织押送老年萧尔的路上 一辆车子突然拦住了他们的去 等守卫打开门 发现原来是帝王组织里一个名叫桑吉拉的女 只见她一边打电话一边走到车上突然说道 随着车子一阵剧烈的摇晃 两名守卫迅速被解决 被救下的萧尔有些不解她为何要这样做 桑吉拉表示她的妹妹曾死在了怪兽制造的灾难里 而她加入帝王组织就是希望悲剧不会重演 可如今帝王组织所做的一些事与她所想完全不同 她和一些抱有同样想法的人决定另寻一个带头人 而这个人最终选择了萧尔 或许只有萧尔才能带领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 虽然不知道桑吉拉说的是真是假 但萧尔起码可以暂时摆脱困境与凯特结议会 时间线再次回到1955年 兰达和惠子来到了波照监岛 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发现辐射激增的林木博士 林木博士打造了一个伽马辐射模拟器 并准备利用这个圆球一样的模拟器 以那个不明生物出来 相互介绍了一番后 在惠子两人的帮助下 他们将圆球放在了湖中间并启动了它 对于喜欢辐射的怪兽来说 这种情况类似于钓鱼 也不知道湖面下的那条鱼究竟有多大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就在三人静等怪兽出现时 忙碌完的萧尔突然从美国连夜赶过来 看到后的兰达很是开心 他热情地将林木博士介绍给了萧尔 却不曾想惠子看到他的到来表情似乎有些奇怪 时间线跳回到2015年 与凯特几人会合的萧尔 带着他们一路来到了阿尔吉利亚沙漠 根据地图上的标示 凯特父亲的第三站就在前方不远处 就在前面两人边开车边聊时 黑妹突然询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回家 桑吉拉表示计划有变 但之前承诺给黑妹的他一定会旅行 前提是这一次他们都能平安地从沙漠回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众人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经过一番寻找后 没想到真的在这里找到了凯特和剑泰的父亲 此时的他正带着一颗类似于 伽玛辐射模拟器的东西等待着什么 看到父亲平安地活着 凯特和剑泰兴奋地开始大声地呼喊 对方也很快察觉到了他们的声音 不曾想当萧尔拿出望远镜查看时 却发现凯特父亲似乎正在让他们快离开 时间线再次回到1955年 惠子之所以对肖尔的到来有些生气 那是因为此时的他们正处于恋爱期 或许是日后的理念不同 造成了两人关系的紧张 也为事后惠子嫁给兰达埋下了伏饼 惠子以为肖尔的到来是有着别的目的 可肖尔却表示只是为了看看他 就在两人争论时 突然湖中的伽玛辐射模拟器沉入了水 感觉有些不对劲的他们还来不及反应 只见一股距离就将模拟器喷了出来 随着模拟器狠狠地砸向暗点 水中那小山般的存在突然站了起来 而它正是消失已久的哥斯拉 时间线来到2015年 看到凯特父亲准备逃离的动作 众人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就在他们准备返回车上时 帝王组织的直升机突然来到了这里 可还不等飞机上的人高兴 突然整座山体开始崩塌 接着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 来自地底的怪兽开始缓缓生气 虽然不知道来自深海的他为何要将自己埋于山石下 但被惊扰后的哥斯拉还是发出了愤怒的咆哮 随着咆哮过后 哥斯拉似乎并不想搭理这群蚂蚁 而是一个转身潇洒地离开了 而随着他的消失 老年萧尔决定继续追踪哥斯拉的去向 目的似乎与他曾经的经历有关 可这却与凯特几人产生了分歧 他们的目的一开始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父亲 所以双方最终决定在此分道扬镳 眼睁睁地看着萧尔和桑吉拉驾车离开 凯特三人也踏上了继续寻找父亲的道路 随着镜头一转 时间线回到1955年 得知哥斯拉还没有死的萧尔准备将消息告知给军方高层 但却遭到了惠子的阻止 他不希望军方再用更厉害的武器去攻击哥斯拉 但最终还是没能说服身为军人的萧尔 没想到 就在三人回到帝王组织的总部时 却发现这里竟站满了人 其中一个军官告知他们 因为萧尔的不告而别 这里的指挥权以及一切以后都将由他们海军接管 原来萧尔这次前往波照监岛 竟然真的只是为了建惠子 回到2015年 凯特几人也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追上自己的父亲 话说回来 黑妹似乎不想再隐瞒众人 于是便将自己与帝王组织偷偷联系的事讲了出来 原来几年前他得罪了一些人 不得已只能隐心埋名来到东京生活 他现有的名字包括一切都是编造的 可没想到帝王组织却查到了他的真实身份 承诺只要他暗中透露众人的去向 就帮他摆平一切回到自己的老家 所以他为了回家只能出卖众人 但现在帝王组织或许已经无法兑现沉默 他希望两人能原谅自己 不曾想凯特听完后扭头就走 显然他并不打算原谅 在帝王组织的47号前哨站 监测到阿拉斯加州的列谷里出现辐射激增的现象后 他们便马上找到了具体的位置 随后帝王组织便秘密在列谷的附近成立了88号前哨站 以此监测这种不明同位素报表的原因 当初哥斯拉袭击旧金山石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 所以有很大的可能猎谷中 即将苏醒另一种极具攻击性的泰坦巨兽 或许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可此时的帝王组织却只是监测 并没有做出任何应对措施 与之想法不同的是 组织里还有一些别的成员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怪兽 避免怪兽再次维护人间 比如身居要位的桑吉拉 他的妹妹桑德拉曾死在了怪兽所制造的灾难 之所以加入帝王组织就是为了报仇血恨 没想到现在组织却追着几个小孩不放 不得以桑吉拉只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成员选择背叛 并推举老年萧尔为新的小对手里 如今这群人在萧尔的带领下 直接应闯了88号前哨战 准备拿下这里后再去猎谷中与怪兽开展 萧尔告诉众人 接下来这里将由他们接管 不久后整个基地会被封锁 在封锁之前 萧尔给了工作人员两个选择 一是抱着世界依旧美好的想法离开这里 二是留下来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 就在萧尔讲话的同时 这一切全都被从卫生间归来的巴恩斯所看见 他就是那个监测到辐射激增现象的前47号前哨战成员 意识到大事不妙地他迅速逃到了外面将情况汇报给了总部 与此同时另一遍 上级里因哥斯拉苏醒而坠毁的直升机附近 帝王组织里的大胡子竟侥幸活了下来 他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到了附近的机场 不曾想却在这里遇到了凯特 只不过凯特看见他后似乎无比愤怒 原来在不久之前 卫生间里的黑妹突然发现 两个黑衣人闯进了这里 当凯特前来寻找时 地上只剩下了他的衣物 误以为黑妹被帝王组织给掳走的凯特 正巧看见了幸免遇难的大胡子 所以才如此质问 冷静后的大胡子解释 现在的帝王组织内部已经出现了矛盾 有致力于研究和追踪怪兽的 也有致力于直接消灭怪兽的 而凯特和健胎的祖父母以及父亲便是第一类 听到此话的凯特突然说道 如果只是研究 那为什么自己的父亲会启动某种机器来唤醒哥斯拉 凯特的话让大胡子也有点懵 虽然来之后他并没有看到凯特的父亲 但他曾和凯特的父亲做过同事 他知道这个男人一心想要阻止 哥斯拉事件的再次发生 所以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去唤醒哥斯拉 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有更大的灾难即将发生 大胡子希望两人找父亲是能带上自己 但凯特却坚持先找到黑妹再说 于是大胡子急忙向组织打了一通电话询问 不曾想组织的高层却表示绑走黑妹的并不是他们 不得已大胡子只能请求高层帮忙寻找一下黑妹 接着便把凯特父亲的情况说给了领导 他怀疑凯特父亲应该发现了什么可怕的事 所以才不停地唤醒沉睡的哥斯拉 挂断电话后 大胡子把情况告知给了两人 希望在找到黑妹后 凯特和健太能带上他一起去寻找两人的父亲 随后又把帝王组织调查到的黑妹资料说了出来 原来黑妹的本名叫做克拉 曾在一个叫华尔特的科技公司工作 后来因发现公司经历而被迫隐移身份 他怀疑就是这家公司掳走了黑妹 大胡子的怀疑没错 此时的黑妹的确被这家科技公司给带了回来 原来当初黑妹是因为发现了公司拿动物做研究的事 导致这项投资了几十亿的项目搁浅才因此跑的路 如今科技公司的领导竟看上了哥斯拉这种泰坦巨兽 他们想研究什么样的神经系统能驱动如此庞大的怪兽 而黑妹作为凯特纪元的伙伴 又与帝王组织的人有过联系 所以领导想让黑妹继续跟着凯特等人 找到怪兽后再通知他们 也就是继续做卧毒 只有这样这家科技公司才会对黑妹之前做过的事既往不救 另一边 肖尔等人带着大量的武器弹药来到了阿拉斯加州的列谷附近 这一次他决定一劳永逸地干掉即将出现的怪兽 随着他的指挥 一枚导弹首先被引爆 不曾想爆炸声却将地底的冰霜雪怪给引了出来 看到有人在炸峡谷 雪怪不由分说直接发动了攻击 看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守卫在守护着什么 但他的动作还是晚了一步 随着剧烈的爆炸 峡谷内的能量也被牵引 一瞬间发生了更剧烈的爆炸 当一切恢复平静后 伽玛射线也随之消失了 如果按照哥斯拉2的时间线推算 下面即将苏醒的很有可能就是三头巨兽 王者基多拉 帝王计划灌兽遗产第九集惊喜上线 这一集不仅将揭开地心世界的秘密 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人物 那就是明明已经死了几十年的三浦会子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故事线还要从1962年堪萨斯州的一场试验开始说起 当时三浦博士失踪后被定性为了死亡 没想到他还遗留下来了一个儿子 也就是未来凯特的父亲 这个男孩后来被兰达收养 当时萧尔作为见面礼还送了一把小刀给他 紧接着就是帝王计划试验的开始 原来兰达和萧尔意外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连接地心世界的入口 不过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在地底下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此时也很快惊动了军方 他们准备派人下去一探究竟 于是在试验前夕 军方的各界大佬纷纷来到这里参观 萧尔以及另外三个人被选中 他们将代表人类踏足怪兽的世界 而这次行动也被称之为杀漏行动 军方先利用加码射线模拟器吸引地下的怪兽 等他们爬出到一半再迅速关闭 随后萧尔等人乘坐原球设备 跟踪对方进入另一个世界 计划是好的 但没想到真正实施起来却出现了问题 只见当原球猛地冲进被怪兽打开的入口时 一股巨大的能量突然从地底冒了出来 顷刻之间整个试验基地被彻底摧毁 当一切安静下来后 众人彻底与萧尔等人失去了联系 时间来到1982年 也就是20年后 某处神秘的基地内 一群身着防护服的人走进了帐篷内 里面赫然躺着已经失踪了20年的萧尔 诡异的是他与20年前没有丝毫变化 不明所以的他还以为自己遭遇了绑架 于是趁着照顾他的护工不注意直接挟持了他 就在他呼喊着兰达的名字时 一个男人突然走了过来说到兰达已经死了 他让萧尔冷静一下 说着就上前叫了句书 原来眼前的男人就是三浦惠子遗留的儿子大臣 虽然萧尔一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但也不得不继续留了下来 当大致询问他2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萧尔的记忆缓缓展开 他表示当时他们几个人平稳降落后似乎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其中一人不幸坠亡 他本想联系控制中心 但就在这时一头恐怖的巨大生物袭击了他们 其他几人瞬间死亡 就在他也即将遭遇不测时 一股巨大的能量突然出现 他和那头怪兽一起被吸了进去 等再次醒来 才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地面 得知这些的大致也告诉萧尔 他的母亲惠子死后 兰达也在骷髅岛遭遇不测 如今他们三人阻止剩下了萧尔 而现在怪兽的频频出现 或许也与他们之前的所作所为有关 他希望萧尔不要再去惊扰这些怪兽 并打算将他安排进一家疗养中心 然后平稳地度过一生 就这样 萧尔接下来的时间一直都在疗养中心度 而他也亲眼见证了哥斯拉与木托的惊世大战 愤怒的种子也就此埋下 时间回到现在 从深坑掉下去的老年萧尔和黑妹 直接来到了地心世界 因为入口还没彻底关闭 所以眼前的这片区域被各种电流所包围 好在最终两人跑出了这片危险的范围 如今凯特还不知掉到了哪里 两人冷静过后准备先找到凯特再说 随着画面一转 凯特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地心世界 可还不等他思考这是哪里 一头体型较小的怪兽突然快速地冲了过来 关键时刻 一枚箭矢直插怪兽的眼睛 被射中的怪兽瞬间转身就跑 当惊魂未定的凯特转过身去 却震惊地看见自己的奶奶三普惠子慢慢地走了出来 当老年萧儿几人掉入地下的世界后 凯特竟意外在这里看见了已经死亡了50多年的三普惠子奶奶 诡异的是她的年纪与几十年前没有丝毫变化 然而惠子并不知道眼前的女孩就是自己的孙女 因为怪兽都有自己的领地意识 为防止刚才的怪物再次返回 惠子带着凯特迅速离开了这片区域 然而在行走的过程中 惠子却将凯特认成了来自于帝王组织的搜救人员 原来她的记忆还停留在50多年前掉进这个世界的那一刻 看来这里的世界与地面世界的时间流速有很大的差别 看到惠子奶奶将自己误认为了搜救人员 凯特准备解释一番 就在这时不远处的叫喊声打断了两人的话语 原来是黑妹找了过来 劫后余生的两人急忙上前拥抱了彼此 与此同时 老年萧儿的声音也在不远处响起 她轻喊了一声惠子 萧儿只能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并反问惠子现在是哪一年 惠子表示现在是1959年 距离她掉入这个世界已经过去了57天 可萧儿却告诉惠子 他们是从2015年的时间线来到的这里 并非过去了57天 而是将近57年左右 自己之所以不敢露面 也是怕惠子一时无法接受她苍老的面容 听到这里的惠子也意识到了什么 看到惠子一时无法接受 老年萧儿还是走了出来 用真实的面容见了见这位老朋友 作为曾经的铁三角 在看见萧儿容颜的那一刻 惠子还是忍不住留下了悲痛的眼泪 确定萧儿的身份后 惠子询问兰达在哪 虽然知道结果很残酷 但萧儿还是说出了兰达已死的事实 得知这一切的惠子彻底崩溃 在她的世界里明明才过去不久 为什么自己在乎的人已经死得死 老得老 她实在是无法接受这种结果 看着万分痛苦的奶奶 凯特上前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并表示她的父亲大致还活着 得知儿子健在 惠子的内心终于有了一丝波动 接下来惠子将几人带到了 自己一直生活的地方 在这里 萧儿看到了一个伽玛射线模拟器 惠子表示她修改了其中的程序 也一直利用这个东西在向外界求助 看着模拟器 萧儿认为他们有了可以出去的办法 而惠子也向凯特打听起了儿子大致的情况 告诉我他 是的没错 大致的确是个顾家的人 只不过顾的却是两个家 画面来到地面世界 此时的大致已经主动回到了东京的家 或许是顾不过来了 她正在与健太的母亲协商离婚事 听闻此话的女人虽然伤心 但最终还是大度地答应了她 只不过她告诉大致 找了一年终于找到了父亲 等来的却是父母离婚的消息 有些难过的健太来到了酒吧借酒消愁 就在这时 帝王组织里的大胡子突然找了过来 她拿着一份资料告诉健太 帝王组织在伽玛射线报里 发现了一个有规律的信号 她认为是有人在从地底的裂口处 向外传达求救信息 最大的概率就是肖尔和凯特几人 然而如今的帝王组织只关心怪兽的一举一动 并不想分散资源去拯救肖尔他们 所以想要弄清楚肖尔和凯特等人是否还活着 她需要健太父亲大致以及其他人的帮助 画面再次回到地下世界 或许久别重逢 老年肖尔一路向惠子讲述了所有发生的一切 包括威廉兰达的死 包括如今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 惠子也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她认为这里并不是怪兽们真正生活的地方 而是介于地心世界和地面世界中间的位置 就像一条隔离带隔开了两个世界 几人就这样一路聊着将伽马射线模拟器 抬到了当初军方试验杀漏行动的地方 也就是肖尔1962年第一次进入这里的位置 看着曾经的飞船完好无损 肖尔离开这里的信心倍增 按照时空扭曲效应 即便外界已经过去了50多年 这里也只不过过去了几周而已 诚如她的推测 驾驶舱依旧可以运转 接下来只需要将伽马射线模拟器与驾驶舱连接 激活模拟器后随便吸引外面的一头怪兽 按照肖尔的经验 她的出现势必会打开连接地面世界的入口 到时候众人就可以通过裂口顺利地离开这里 计划是好的 可实施起来却并没有那么顺利 因为就在伽马射线模拟器激活的瞬间 一直居住在这片区域的离子龙突然察觉到了辐射的能量 只见她一个纵身就飞了过来 眼看危险越来越近 突然一气监测到射线风暴内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物体 还不等里面的生物走出来 离子龙裹挟着强大的锋利瞬间刮开了模拟器的连接线 而随着模拟器的停止运行 射线风暴内的生物也停了下来 眼看离子龙越来越近 肖尔迅速爬出了舱外 在离子龙准备一口吞了它们之前将两根线重新连接了起来 随着模拟器的再次激活 正欲吞了面前圆球的离子龙突然察觉到了不对 只见在射线风暴里面传来了一阵吼叫声 紧接着怪兽之王哥斯拉就霸气地走了出来 就在哥斯拉朝着模拟器靠近时 感受到领地被入侵的离子龙突然从一侧攻了过来 两头怪兽瞬间缠斗在了一起 哥斯拉本想使出一招原子吐息 但离子龙却快速飞升而来提前喷出了一口毒液 随着原子吐息的喷发 离子龙瞬间失去了招架之力 于是哥斯拉抓起他的两根翅膀用力一甩 顷刻之间便撕裂了离子龙的身体 随后更是扔进了射线风暴内 当连接地面世界的入口被打开 一股强大的吸力突然喷涌而出 眼看驾驶舱就要被吸进去 惠子急忙呼喊肖尔上来 虽然肖尔用尽全力抓住了惠子的手 但在强大吸力的撕扯下 这对阔别已久的老朋友不得已再次分散 随着驾驶舱来到了地面世界 当惠子几人打开舱门后 却发现这里早已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所包围 就在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时 凯特的父亲突然走了过来 原来是剑太和帝王组织里的大胡子 拿着数据找到了大致 然后又找了一个愿意提供资源的公司 来寻找凯特等人 最终利用大致的推断找到了这里 随着凯特的介绍 大致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就在这一家人团聚时 Apex研究公司的人突然走了过来 他需要评估众人的身体状况 以及了解地下世界的信息 原来赞助资源寻找凯特等人的就是他们 而这个Apex其实也就是后来制造机械哥斯拉的公司 如今距离凯特等人掉进地下世界 其实已经过去了两年 随着警报的响起 凯特才发现这里并非人类所在的城市 而是金刚所在的骷髅岛 至此帝王计划怪兽遗产第一季全部完结 感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